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双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其中充斥着各种的信息 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很有看点 川普及其支持者对波多黎各等少数族裔人的侮辱性言论 所产生的后果开始发酵 一个月前戴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 与川普一起站在舞台上 坚定支持川普的尼基·贾姆最新表态说 他将撤回对川普的支持 原因是尼基的父亲是波多黎各人 贾姆在社交平台上告诉他的4300万粉丝 他无法忽视人们对波多黎各表现出的侮辱 所以选择支持哈里斯 美直兰洛杉矶湖人队球星勒布朗·贾姆斯 他当地时间10月31日发文说 他支持美国副总统 名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他说当我想到我的孩子和家人 以及孩子将如何成长时 对我来说选择就明确了 我要投票支持卡姆拉·哈里斯 川普及其支持者接连发表对少数族裔 以及对女性的误误性言论后 不仅激起了少数族裔的愤怒 而且让女性的投票热情空前高涨 近日各州的投票站明显出现了女性投票者 人满为患的现象 有些投票站还出现了一个习惯啊 清一色都是女性 而其中女性投票者中又以七个摇摆州为主 根据之前的经验 女性投票参与热情高对川普啊是个打击 川普此前的党内竞争者黑利坐不住了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周知人问 为什么哈里斯在女性选民中有14个 百分点的优势啊 黑利回答说 因为特朗普和万斯需要改变他们对待女性的方式 不该说哈里斯蠢 他能成功走到今天不是偶然 他此前可是个卓有成效的检察官 说民主党女性傻 共和党女性也不爱听 目前除了波多黎各后裔明星尼克 他已撤回对特朗普的支持 NBA胡人队著名球星勒邦 战士则宣布支持哈里斯 米高彭博 美国彭博通讯社的创始人也宣布支持哈里斯 就连共和党大佬小布什的孙女巴巴拉 还有著名影星州长施瓦辛格等一众有影响力的人 也离特朗普而去 他们把票投给了哈里斯 特朗普曾在执政时期任命的 前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塔拉姆齐则说 我对哈里斯及其经济议程的看法是肯定的 特朗普的道德堕落早已被证实了 事实是 副总统哈里斯的计划将为所有美国人 带来更加繁荣的未来 前共和党综艺员弗雷德·厄普顿说 我一生都是密歇根州共和党人 以前我从来没有投票给民主党总统 但今年 我很自豪的说 我已经投票给了卡姆拉·哈里斯 有人说这是川普 投机不成18米 活该 其实不止这么简单 为啥川普及其团队 他们就意识不到恶意诋毁少数族裔选民 会影响大选结果的 这说明川普及其团队 甚至包括其支持者都是这种人 他们不仅侮辱竞争对手 还要侮辱选民 这是他们的本色 除了这么做 还会这么干 不会干别的 而且这也是川普及川党 已经用过的套路之一 在文章后面 有个美国高人 谈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值得收藏并等着进行验证 大选开始不久 由于特朗普的支持者 抛出了30多个不知名的 所谓民调机构及其数据 搞得民调数据一片红 实际上他们人为操作 搞出来假数据 已被多方证实 就连倾向共和党的媒体 福克斯新闻也证实这一点 他们在密歇根做民调时发现 36%可能投票的选民中 已经进行了投票 而在这部分人里 已选择投给哈里斯的 要比已选择投给特朗普的 高出39个百分点 而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 则高出特朗普35个百分点 华人顿邮报最新七大摇摆州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其中的四个州领先 最新消息 在关键的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 截至10月30日 已经邮寄和提前投票的人数 为1625,770 当天新增75,578票 其中投给民主党的票数为 917,896票 占比56.5% 当天新增36,117票 投给共和党的票数为 530,86票 占比32.6% 当天新增28,350票 投给其他候选人的为 177,724票 占比10.9% 当天新增11,110票 很明显形势对川普很不利 据说他已经在准备顾忌重演 跟之前那样耍不赖了 最新消息 川普在今天早晨7点宣称 宾州选举大规模作弊 这可能是其顾问告诉他 垃圾岛事件会让他丢掉宾州 所以他情绪不稳定了 有评论认为 川普可能已意识到 要输掉这个州了 便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 不承认结果 无端攻击别人的作弊 川普这么早就开始 散布作弊谎言了 应该是发现形势对他不利 然而他这么做 只会让共和党人 和中间选民感到厌倦和害怕 决心用选票埋葬他 而且他也给了民主党选民 额外的压力 让人们下军心要用更多的选票 捂住他的大嘴巴 川普及其团队撒谎称民主党人作弊 还是人们却发现 最爱作弊的是他们自己人 已经有个案例了 共和党人 威斯康辛州的选举委员会主任 他是个MAGA党徒 川普铁粉 他因伪造军人投票 被判重罪成立 正等待裁定刑期 媒体已报道这事了 这说明川普的人是真正的造假者 前有川普的私人律师 后有川粉 MAGA党人 媒体透露 这次美国选举最疯狂的事情 是重罪犯川普在记者的帮助下 宣称拜登哈里斯执政团队的经济政策失败了 这时正好相反 就连美国三大报中最受批评的拜登的右翼媒体 华尔街日报也不得不最终承认拜登经济的非凡成就 估计有朋友知道汤姆桑托斯这个人 他是美国演艺界的名人 他在网上发了一篇短文 谈了对川普及其MAGA党的认识 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他说 如果你在2020年大选期间对川普等人的表现没有留意 就很遗憾啊 因为他是2024年大选的模板 以下就是川普MAGA党在大选期间实施的手段和过程 第一步啊 大选开始不久 就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MAGA党支持的带有偏见的 所谓民意调查 第二步MAGA党用这些所谓的民调结果 来宣称特朗普赢了多少 如何如何等啊 进行造势 第三步 给特朗普的竞争对手贴上标签 其中包括无能 愚蠢 2020年时 他们曾称拜登 瞌睡城 恋童癖等 现在又称哈里斯 愚蠢小三 通过这种侮辱贬低啊 目的是渲染竞争对手 不值得选民信赖 第四步 在实际选举前几周 川普及其团队会悍然的宣布自己获胜 制造舆论 让人们先入为主 为以后如果败选埋下不承认 并宣称对手造假作弊的伏笔 第五步 投票日前几天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 频繁地散布对方选民进行欺诈或作弊谎言 引导川普的铁粉及极端分子 准备来武的 第六步 如果投票结果显示川普败选 他们会在投票日当天大肆地渲染 有选民搞欺诈 微不承认结果 以及发动骚乱做准备 第七步 选举人票认证后 确认他输掉了选举 他就声称这次选举是被人为操纵的 不承认认定结果 第八步 发起空洞的法律挑战 寻找并捏造虚假证据 无端的指控选举被人为操纵了 同时在其他手段都失败的情况下 他们会发动暴徒 开始攻击美国国会或其他机构 第九步 以上这些失效后 他们继续一边不承认失败 一边诉苦 发仇恨 慢慢的承认结果 川普还会时不时的多次宣称 从不承认结果 以上这些步骤 有的已经在今年大选中开始重复操作了 大家收藏起来 验证一下MAGA党 接下来是否还会照着这个过程走下去 就当看看他们是如何表演的 很多人不了解 其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朴素的讲 就是人类群体及团体有意识行动的结果 单个人的能力再大 其所起的作用都很有限 甚至微乎其微 他必须依靠群体或团体的力量 来放大自己的能力 所谓的有意识 是指包括各种信仰 理念 理论 观点 宗旨 行动纲领和计划等 至于行动或行动力 也很好理解 那就是去做事 而不是做而论道 只说不做 停留在喊口号 即宣扬自己如何如何 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喊的久了还会被人认为是骗人的鬼话 历史上有很多关键实例 你比如基督教信仰及其长期的十字军东征 宗教裁判所的蛮横裁决 伊斯兰教团队的武装与对外征服行动 再如英国早年的诸侯领主 对王室权力的限制所引发的宪政革命 还有1718世纪欧陆及英国大批思想启蒙大师的理论 及其引发的实践活动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都是历史史实 都是在历史关键阶段起到关键作用的真实历史 而且这些历史过程对古代的野蛮厮杀 及其局部的持续厮杀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又引发了近代 同时又引发了近现代改天换地的社会变迁 以及现代经济突飞猛进的繁荣与发展 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美国今年的大选 可能也会起到如此这般重要的作用 是前进或后退的影响再者 需要明确的是经济理论和学说 只能在前述的行动之后起作用 此计政治先行经济跟上才有文明建设的成果和繁荣 单一的经济理论再先进再科学 如果没有政治主张开路和先行都不会有多大用处 所以对美国今年大选的关注与清醒的认识很重要